大家好,我叫麦奇,來自墨西哥,目前在深圳大學讀商務本科。 今天想和大家談談學習西班牙語的重要性。 我知道中國有太多人學習英語、日語、法語、俄語、政治、韓語, 但是學習西班牙語的人很少。 這和講西班牙語的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是不顯正的。 大家知道,除了西班牙語還在墨西哥、阿根廷、秘魯等。 世界上21個國家是官方語言,把西班牙語作為敵語言的人口大約有3.5億, 而且還在初年增強,預計到2050年,將達到4.51億。 在互聯網上使用最多的語言排名中。 西班牙語為主第3,在國際交換中。 西班牙語被使用的範圍僅次於英語。 為主第2,追著中國經濟進步過計劃。 在國際交換中。 在國際交換中。 食品。 服裝與防止品、旅遊等。 多個領域。 增加貿易額。 同時會將漢語和西班牙語的人才。 將大有用物之地。 在這裡上級無限。 許多的華僑在南美國家正為富豪。 這裡是追蒙至最後的樂園。 如果你懂西班牙語。 在拉丁美洲可以擔心幾道。 哪怕是在班牙語。 你也可以用西班牙語與講葡萄牙語的人交流。 因為兩種語言都屬於英歐語系。 拉丁語出最接近的語言。 。 試想一下。 當你在秘魯的Machubichu房屋。 在阿根廷的Buenos Aires旅行。 在古巴的哈瓦娜紀錄。 在墨西哥的邁牙海等常有。 西班牙語領你如有的水。 好吧。 朋友們。 如果你想學習西班牙語到拉美國家發展。 請叫我吧。 如果你的公司想打開拉美的市場。 請叫我吧。 謝謝。